大家好,Chris 今天講的題目就是管理費 有些聽眾最近就英國買樓擠奶了 管理費一萬,幾萬都有一個月 為何那麼誇張呢?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之前我也有個劇集 專門講餐廳管理費,有興趣去看播放清單 然後看買英國樓 有一集零零射射就是講英國的fee好樓 可以看之前的題目寫什麼 注意英國哪些樓的管理費超強勁 買了就要找人接就很困難,因為很難買得出的 今集就是想教大家不要中慳 首先我們每次買樓之前都有份叫做 Home Report 這份就有Home Report Home Report就有很詳細講了地址 之前講過 有講地址 因為我免得讓你看到我住哪裏 有講地址 有講那層樓結構 好不好 什麼要維修 平分的 這份東西我告訴你半樓 怎樣半樓 你可以算是七成 但不要相信他 為什麼呢 譬如我講這個為例 我自己買的房子 他講要每個月1000元管理費 但事實上我最想是每個月600元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律師搜樓 就這麼簡單 因為有時業主也是一個很好的教材 我業主買了一層樓那麼久 通常呢 我講了重要事先 通常你拿去Home Report 有一欄叫做Charge Associates with your property 你看回這一行 他又說你需要付管理費 如果去這一行寫YES 那就是要付 YES 這個就是地址要交的地址 即是那間管理公司地址 通常這些管理公司一做 可能去一個合約 一做做五年合約 我現在這一間 你看到 他那個業主懵懵的 他說每個月100元英鎊 要付這個管理費 其實呢 其實我請管理公司 那份合約 每個月60英鎊 為什麼他寫100英鎊 因為那個業主 從頭到尾都沒有交過管理費 所以他斷股 就說100英鎊 不知道那些被他嚇死 當到我最想什麼 因為我買的時候 覺得奇怪 100元英鎊 即是1000元港幣管理費 又不是有個食招在樓下 因為我不是獄者 為什麼要這麼貴呢 我都問他律師 律師都瘋瘋瘋的 是呀是這麼貴 我心想是不是真的那麼貴 因為我在香港 有個冷氣 有個食招在下面坐 都是收我六七百元 你為什麼這個什麼都沒有 只有電子密碼 所出出入入 都要收我1000元 有沒有可能 我想了這個問題很久 最後發現業主是搞錯的 律師又沒有查 所以其實我有得追究 不過算了 我放過去了 其實呢 我這個 我這個六十元英鎊 是包買 屋保險的 包圍收入 買屋保險的 你說值不值 以我 我現在住的六百元 七百元 如果要買保險 應該 每個月20英鎊 就是兩塊錢 其實20英鎊 我現在要付60英鎊 幫我付 保險 其實我實際 是付 每個月40磅 即400元 左右 包了所有維修 我不用煩 維修的 其實我就覺得OK的 包保險 包維修 什麼都要包 我什麼都不用管 我就是負責住 基本上我都OK的 要懂得看 這份的東西 還有呢 管理公司 會有份合約 訂過來的 有什麼人負責 會有什麼service 合約包什麼 還有會有多少錢 你信管理公司 就行了 不用信業主 業主 有些 有些真是懵 說一說兩句 其實我也想玩一集 說一下 買獨立樓 和宅舊的分別 住在倫敦 買宅舊的 人們就覺得 是 那些叫 Lift Hold 不是永久地權 但我住在蘇格蘭 有部份 是Free Hold 即是我現在住的 都是Free Hold 永久業權 如果永久業權 就不會出了 剛剛 我那條片的東西 就說 Free Hold 不要買 沒有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 這些樓 不是永久業權 才會出現 即是可能 Lift Hold 那些樓 才會出現 高昂的管理費 因為你是 持有那間屋 但你不是 地的地主 所以就會出現 霸王的管理公司 咬到你 周身 到你想和他分手 你都很困難 有興趣可以 看看和理漢天下 因為昨天 他也有說這件事 因為我從頭到尾 我都 有 有整個 節目出來 給大家看 我打算大家有看 怎麼知道 真的有些人沒有看 沒有辦法 我專門再拍多一集 讓大家可以深入 透徹 理解 管理費的陷阱 買樓要買 Fee Hold 不要買Lift Hold 因為真是 好長 首尾好多問題 我都想說一下 倫敦 Apartment 又或者 教你怎麼看 Home Report Apartment 什麼叫永久業權 那些 其實我有這樣說 有問題 你可以問我的 我有時候都收到 聽眾的電郵給我的 我認識 我都盡量解答 因為我不是律師 亦都不是會計師 但是 我把我認識的東西 我教你 我來早你半年 盡量把 令到你 摸少點釘 和不要拿東西 尤其是買樓的東西 都很重要 亦都有個聽眾 跟我說 買了 看了一層 叫做 月翁立雪的樓 即是 分契樓 不知道不是月翁立雪 我要看英文 怎麼讀 我忘記了 那些分契樓 比市價便宜一點 為什麼會更便宜呢 旁邊那個蘋果 賣10元 為什麼這個蘋果 賣4元 或者6元 當然是有原因的 那些分契樓 你買回來容易 賣出去很困難 找人接手也很困難 還有 和其他的法律責任 可能都是不同的 和那些 正規的樓 即是你直接擁有 應該有些分別的 我又不是很認識 因為我不是律師 如果有律師朋友 你慢慢問一下 因為我真的不認識 所以我就回答不了 但我一集都講教大家 怎麼看 讓大家不要中 因為這個管理費 這是一個很邪惡的物體 買樓之前一定要看清楚 因為我買樓 我自己買 現在住的那層樓 我問了律師 幾個很重要的問題 他必須要回答我的 首先是不是永久業權 他立即回答了我 他查了 第二 回答管理費 會不會好像剛剛那些 Feehole那些 管理費 他說不是 我問了他 清清楚楚留下記錄 有什麼事我刮他 是不是 基本上 把責任還給律師 因為我不認識 我是一個消費者 我作為一個消費者的心態 我給了錢 你是否要和我查清楚所有東西 我想到有個問題 是不是他應該要和我解決 解決這個問題 我是一個消費者 所以我覺得 買之前真的要找律師 問清楚你 意識到的問題 因為你也知道 騙律的手法層出不窮 有問題不對勁 真的要找律師 你也不要相信我 因為我不是一方面的專家 但我只能夠 做多些影片 可以提醒你們 小心一點都不正常的事 是不是 不正常的事 真的要小心一點 今天先說這麼多 因為我都說 confusion HOME REPORT HOME REPORT也都說了 以及管理公司 這份也都說了 HOME REPORT 剛剛說了 信七成左右 因為有時有些業主 真的不會加管理費 真的不知道多少錢 胡亂說 你看到我這份已經是 管理公司也都有一份 寫明幾錢的 明晚實價的 可以設定自動轉帳 說多一點點 可以設定自動轉帳 管理公司 你一入了貨之後 流程 大概半個月左右 他會寄尋給你 知道你是新的業主 他會 扔一份份給你 填的 有什麼事 聯絡什麼人 然後又說 可不可以設定自動轉帳 又是這樣說 如果你不想去郵局排隊 就設定自動轉帳 這些 要付的錢就付 但如果你 真的很不信任 管理公司 你覺得他亂扣錢 就不要設定自動轉帳 你明白嗎 那你要 看看你那間店 要收多少錢 我這間寫得不明白 都是60磅 那我怕什麼 扣來扣去都是60磅 50磅至60磅 對不對 有個數 其實這些老闆有個好處 扔垃圾不用自己扔 你買小屋 我其實在雜誌上講的 你買那些獨立屋 半獨立屋 垃圾車 你又要等垃圾車來 又要跟著自己推出去 你要招呼垃圾 垃圾佬 然後維修又要自己搞 維修不便宜 你不要以為維修一間 獨立屋 半獨立屋 好簡單 隨時 隨地花你二十多三十萬 都未必可以 買得好 真的一個不是一個普通的數字 我覺得香港人很喜歡買獨立屋 我自己都 一來到的時候都是 想的 不過後來想起回學小朋友回學問題 我最後來都是 減回市中心 因為都是 走兩分鐘回到中學 走兩分鐘回到小學 學校還要正 基本上所以 最後來都是 改了策略 退休才賣 現在都是買著永久業權的拍品 希望今天這條片幫到大家 不要再節省 今天講完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秘密 喜歡 字幕字幕開放